母豹使出全身的力气 向着一只落单的小脚马扑去 他死死咬住脚马的脖子 这块肥肉肯定到手了 为了口吃的 他跑到了狮子的领地寻找利物 他和他的幼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但为了幼崽有食物时 他没有任何怨言 这只母豹叫爱马 他刚刚失去自己两个孩子 杀死他孩子的凶手已经找到 但是他不敢下手 因为这个凶手神一般的存在 他就是非洲雄士 对于爱马来说只要他能活着 而且能养活剩下的两个孩子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自从自己的两个孩子被狮子杀死后 爱马准备带着自己生下的两个孩子 向心的藏身之处出发 在妈妈的引导下 顺利走到森林和草原的分界处 这里的树叶茂密 很容易躲避狮子 他们把自己藏在里面 对于爱马来说暂时这里是安全的 小豹子尽情地在他妈妈面前撒娇 但是在爱马心里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必须寻找猎物 因为他们已经饿了两天 这样下去他们会活活地饿死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 必须要接受新的挑战 时间来到了清晨 一群小马正前往湿地 这是爱马和他的孩子最好的捕猎机会 他巡视着四周 看见这些小马正前往前面的池塘 这里地形复杂 对于豹子来说不是很好的狩猎机会 在这里他的速度发挥不出来 以往的狩猎方式可能会失效 在这池塘旁边躲着一群狮子 脚马刚好经过他们的地盘 狮子们饥渴地看着他们的移动大餐 对于脚马来说 这里是草原上唯一有水的地方 是草原上动物宝贵的饮水之地 爱马跟随着猎物来到了狮子的领地 他观察着脚马的一举一动 等待的猎物放松警惕露出破绽 就在死时他发现目标饥饿地冲向猎物 脚马的跑动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 而豹子的跑动时速为95公里每小时 因为这里不是广阔的平原限制了速度 爱马奋力追赶着猎物 脚马像踩了金斗云一样跑得飞快 最后还是没有追上 这样太消耗体力了 爱马需要休息一下 对于他来说应该尽快换一个捕猎方式 他躺在草地上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就在不远处爱马看了母师的踪影 爱马突然感觉到阵阵凉意 意识到感觉孩子们有危险 他在远处焦急地观察着母狮的一举一动 原来母狮只是来猎捕脚马的 母狮和猎豹的捕猎方式有区别 狮子喜欢躲在角落里安静的手术带兔 耐心等待合适时机是他的成功秘诀 爱马看着并学习着 只见母狮发现好机会 立刻从草丛中冲了上去 一只牛铃死死地被他咬在嘴里 这是一次完美的棋息 站在远处的爱马也想捕捕猎物 但是这里数太多了 他跑不快 他必须尽快地适应这里的环境 远处的角马正往这里走来 这次爱马准备学母狮的狩猎方式 他发现角马的父母和孩子 已经从角马群中分离出来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非常有耐心地躲在树丛中 不被猎物发现 角马群在这里安顿下来了 角马在这里可以饱餐一顿 爱马躲在树荫下面悄悄地靠近他们 以免被发现 这次狩猎是否成功与否 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们是否在此挨饿 他耐心地等待机会的出现 爱马突然启动吓得斑马挖挖叫 这是一场虚惊 斑马躲过一劫 他饥饿地朝着猎物跑去 值得庆幸的是 爱马终于捕到了猎物 他的两个小幼崽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小脚马还在拼命挣扎 但是也是于事无补 爱马与他的两个小宝宝 狼吞胡咽地吃着大餐 在森林里捕食不能像在草地上 只要跑得快就行 爱马学习的新的技能让他得到了回报 这一顿大餐足够他们坚持几天 小豹子又开始向他妈妈撒起叫来 小家伙太年妈妈 妈妈也亲舔着自己的孩子 他每天都在积累狩猎经验 让孩子们健康地长大 爱马吃完肉恢复体力后 接下来他来到了草原上 这次他要把栽树林里学到狩猎经验 用在这广阔的大草原上 学会了躲在那里等待好的时机 不会像以前那样盲目地去追捕猎物 因为在众目回馈下不会有好的机会 他突然发现一只落单的小小马 朝着目标飞奔过去 恢复体力后他的速度更快了 一只豹子在短跑冲刺 时速可达到115公里 他们基本是没有捕捉不上的猎物 就看他有没有想去捕的欲望 小脚马大三就在口中 这位肥肉肯定到手 他疯狂地撕咬着脚马 一顿丰富的大三即将到手 学到了新的狩猎方式 帮助他在五天内抓捕到了两次猎物 转眼一年过去了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在这辽阔的大草原上 有多出的三只致命捕食者 曾经躲在妈妈怀抱撒娇的小豹子 一去不复返 两只小豹已经变成真正的猎人 他们还像儿时一样玩耍的 他们已经有了作为猎人的自信 可以处理任何事情 在非洲这片大地上 豹子永远是这土地上 最危险的捕食者之一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